那在2020年后 好 老师帮大家统整了 各个生肖可能会遇到 什么样子的一个小人的身份呢 首先我们先来看 如果说你的生肖是属老鼠跟属马的话 注意咯 你的这个小人的身份会是 部门之间的同事 如果说你的生肖是属老虎跟属狗的话 要注意你跟异性同事之间的关系 小心会有烂桃花 那如果说生肖你是属牛跟属兔的朋友的话 要注意你跟同事之间的是非 那如果说你是属龙跟属鸡的朋友的话 哇 你要注意跟公司主管之间的关系了 那么属蛇跟属猴的朋友 你们要特别特别注意 你们跟合作厂商之间 跟供应商之间的这个关系 在2020年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问题 最后属羊跟属猪的朋友 你们要注意跟公司之间的好朋友 你们会特别容易在2020年 误把一些小人当作是自己的好朋友 那以上是在2020年 各个生肖可能会遇到小人的一些状况 那么就有朋友会问 那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 老师今天要为各位介绍一个非常简单 也非常实用的一个方法 我们要借由这个 我们击退小人 望贵运的开运秘法 需要什么材料呢 非常简单 第一个要准备小人袜 第二个呢 要准备一个红包袋 再来呢 要准备一个自己的名片 那其实小人袜呢 各位其实我们常听到 这小人袜可以帮助我们 击退这个小人 然后帮我们招来贵人 那一般这个小人袜 它要有这个击退小人的 这个功能的话 它必须具备几个因素 第一个 它一定是要红色的 注意它一定是要红色的 为什么 因为红色它是中国传统的幸运色 它能够帮我们接引地气 而且能够帮我们化解小人的困扰 第二个 在这个袜子呢 注意哦 袜子里面一定要有小人 而且要包含了实地钱 那简单 李星老师现在平常都会穿这个袜子 其实这个最 对对对 那我相信很多朋友会 会问说老师你还需要这个币小人吗 其实 你看我有需要穿吗 你现在就穿吗 你需要脚踩粉绿 不是 老师我也很需要 你就给他一双而已 刚才讲的那两个投资 那个时候可以买两间房子 这个币小人它一体两面 我们把这个小人化解掉 相对的就是我们在招贵人 对 那其实我们人两样东西不嫌多 第一个超票不嫌多 第二个贵人不嫌多 那所以呢那在这个小人袜的话呢 就是除了要有这个小人之外 还要有实地的铜钱 它最主要就是能够帮我们进行这个退散小人的功能 最后要特别特别注意了 我们在袜子上最好 你可以在红色的袜子上你找到带有皮修 那这个皮修呢皮修是一对的嘛 那左右各一对 那你两只袜子的话就是八只皮修 代表的就是说皮球 其实它在中国言的话 它是咬钱最快的一种享受 那所以说如果说你袜子上面 左右两只总共各八只皮修的话 代表它能够帮助你赚八面的财 好那这个小人袜 有了这个小人袜之后要怎么用 对 第一个呢那当然我们拿到小人袜之后 老师建议接下来要过年了 可以选初一或是元宵节的时候 拿小人袜我们去过炉 过完炉了之后呢 把这个袜子穿在洗完澡之后 洗完澡之后我们穿在脚上 穿七天 都不要洗吗 穿七天 我说过了就是只有在洗完澡之后 我们睡觉的时候穿就好了 因为一个基本的卫生概念 如果说一双袜子连续穿七天 要是有臭味呢 就是洗完澡之后 睡觉的时候穿 你都穷得快被鬼抓去了 你还要想说脆臭的 你的毛病还很多 问题是说 睡觉醒过来就要脱掉了 就脱掉了 要不然你这样子就算洗漆都穿成会 睡觉的时候穿 你没有我有 因为你比较需要 我穿出我转来要怎么穿 那再来呢 除了这个小人袋 来咯 还要搭配这个红包袋 那这个红包袋 因为市面上红包袋有很多 但是以老师会建议的话 各位找红包袋 可以找一个比方说 有这个吉祥的 吉祥的中国字 比方说财 福 瘦 这些 有这种吉祥中国字 或是吉祥图腾的 那做什么呢 你们把这个红包袋 里面放上自己的名片 放上自己名片的时候 那一样这红包袋 刚刚老师有说过 你可以选择初一 或者是元宵节 因为这两个中国节日的话 毕竟在择日上面的忌讳 就没有这么多 你去过炉之后 放在自己的枕头底下 你可以睡七天 那睡七天 再搭配上你睡觉的时候 这个小人袋的加持 它就能够帮助你在 2020年 小人退散 贵人迎来 超好的 谢谢老师 真的